失去光彩的双11 双11是沦陷区一年一度的消费盛事 但随着经济成长放缓 今年的双11不像是过去一样吸引消费者 双11最早是由淘宝在2009年发起第一 但现在已经不是1111了 而是提前从10月开始 用各种预售机制吸引消费者提前购物 但今年的报告显示 有77%的消费者表示 他们并不打算在购物节期间 再冲动买东西了 还有栽包表示 现在大家都在节省开销 对购物没有太多欲望 基本上只要利用优惠来买必需品 而且今年的优惠不像是以前 商家几乎都在玩 先提价再折扣的把戏 价格跟平常也差不了太多 现在赚得比以前少了 还是省着点拔 另外直播销售模式新奇 还有其他购物节兴盛 也让双11的吸引力大减 让双11购物节失去了光彩 而沦陷区的经济在10月份陷入通胀 如果需要提振经济 还需要刺激内区才是 这是沦陷区目前要面对的难题 是沦陷区